广东惠州楼市深陷泥沼,最狠的楼盘直接破纪录的4.8折开卖,闯大亚湾楼市的新堤。 惠州楼市已经死了,它的尸体正在迅速腐烂,4.8折的楼盘宣告了这一事实。 这城市的楼市死于哪一刻?或许从政府放任投机资金涌入,开始自己坐庄的那一刻开始,它的命运已经注定。 在这之后,房价的疯狂上涨和投机热潮让这个城市沉醉,却也埋下了巨大隐患。 地方政府与人们都沉醉在房产虚无缥缈的繁华里,却忽视了其中的泡沫。 最终,这座城市醒来,却发现自己正置身泥沼。 4.8折的楼盘,似乎正好概括了这座城市楼市的生与死,曾经的繁华与疯狂。 最后却在泡沫破裂后让所有人无所适从,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,但也许正是人性的缩影。 在贪婪与狂热的驱使下,这个城市与所有人都沉溺房产的虚幻里,却也因此埋下巨大隐患。 当房价的下行最终来临,却也让所有人猝不及防,这就是人性,在贪婪面前丧失理性,却也因此招致悲剧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5月,广州惠州的房地产市场,可谓是掀起了一场震撼人心的价格大战。 一开始,大亚湾九玉府推出了一套碟房源,价格低至9999元每平方米,这个备案价高达3万每平方米的项目降价之举,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 接着,万成名作也漠不作声地一跃而降,单价直接降至1.3万每平方米,这个往日一直未曾降价的楼盘竟然这么谦虚。 随之而来,中州和古花园也推出了任选58折的打折优惠,这场价格战引起了所有购房者的关注,成为了惠州房市的一道风景线。 然而,这场价格战实际上还不止于此,最近惠州的一些新楼盘的降价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。 像是东方博越福直接降价5000元每平方米,相当于打了6折,并且还赠送永久车位使用权。 而被案均价为14741元每平方米的大亚湾海伦堡真月福,更是低至6800至7200元每平方米,相当于打了4.8折,被誉为惠州降价最狠的楼盘。 虽然工作人员解释称,实际折扣只有7折左右,但这种降价幅度依旧创造了大亚湾新房价格的最低记录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,大亚湾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,只要企业手续齐全,并且没有其他问题,房企的降价行为将会被认可。 这种官方的表态,着实不寻常。 因为历史上43个被限跌的视线,明文规定,商品房成交价下跌幅度不能超过15%或10%。 可以说,这是官方打奖降价的第一强,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于开始。 但是,中国楼市的魔幻操作还没有结束,笑话还在继续。 惠州地方政府默认开发商大幅降价的行为,这直接打破了政府把持的价格同盟。 如果其他地方政府纷纷效仿,那结果就是中国楼市直接彻底崩盘了,不用玩了。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庄家不愿意看到的。 眼看,惠州楼市破纪录大降价的消息被媒体愈演愈烈,惠州地方政府坐不住了。 公然违抗一尊的命令,那结局怎么会好呢? 于是,惠州区住建局紧急发出通告。 通告中说,4.8折价格出售的大亚丸区真月府和6折卖访的惠州区博月府均遭遇了风盘。 虽然提到了严厉查处首付贷、反首付、零首付等违规销售行为,但是并没有禁止降价销售的行为。 也就是说,悄悄的降价可以不要大张旗鼓。 显然,一尊的面子比生存更重要。 要说惠州地方政府玩平衡木,那也是没有办法呀。 在惠州,房市行情像一头守在绝壁上的孤独巨像,它那巨大的库存就像是挡住了去路的高山。 公开的数据显示,这座城市的新房库存已经堆积到了惊人的1727.4万平方米, 而销售周期平均需要34.2个月,相当于要花将近三年的时间才能卖完。 尽管如此,开发商们却毫不气馁,不断地投放新的房源。 可谁能想到,四月份楼市需求在瞬间冰冻,这让惠州的高山库存更加高不可攀, 瞬间翻滚到了更加惨烈的地步。 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,过度供应与需求不足造就的恶魔之轮, 正在这座城市的楼市上演。 一方面,过去几年,开发商为追逐利润,不断加大了新房供应。 另一方面,需求却在逐年下滑,这造就了天亮的库存与周期过长的去化。 如今,这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楼市重生的最大阻碍。 开发商要追回成本,不得不降价转售。 而消费者见大降价,又增信心,继续观望坐山观虎斗。 这似乎是这个恶性循环里最致命的两面。 一方面,开发商的不理性供应导致泡沫破裂。 另一方面,消费者的不理性观望,又令市场难以复苏。 惠州4.5折卖房,这在大亚湾楼市简直创下新低,足见楼市衰退之深。 这说明什么? 这说明,在惠州这个城市,楼市的衰退已然成灾。 开发商和业主都已经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价格压力,只能选择割肉、甩卖。 而后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产折价出售。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,谈什么持续上涨简直是妄想。 这城市的楼市早已一蹶不振。 更令人感到惶恐的是,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,也难以吸引更多购房者。 在房价长期高估的情况下,人们对房产的预期已然不存。 眼前的低价格,无法掩盖人们对未来房价下行的担忧。 这让更多人选择观望,成为当下市场难以被唤醒的原因。 惠州新房降价也许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 这似乎是个警钟,对所有房屋消化周期过长,库存过高的城市。 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,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武汉等一、二线城市。 过长的区化期与过高的库存,必然会推动房价进入疯狂的价格战。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,房价很难支撑,开发商也只能通过不断降价来促销。 这必然会造成房价的崩盘与信心的丧失。 消化周期长,库存高的城市,将彻底陷入房价的绞肉厂,完全丧失流通性。 中国人的房屋将变得毫无价值,就像一张堆积在垃圾堆里的纸片。 如果你还在等待价格上涨,那么你已经被卷入了这个漩涡,除非你现在就跑,不然真的来不及了。 是时候离开这个无情的市场了。